那我跟你講 童之偉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在這個謝國良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三風點火的人 第一個罷免跟第二個罷免的一個過程中 那個連署發起人姓雙木齡的這位女子 就是童之偉 他乾媽乾姊的女兒嘛 童之偉 他乾媽乾姊的女兒嘛 他整個都搞在一起 你不要再講這個理由了 我本來想說 因為有雞人 都沒有探討 出雞人 火橋頭都沒有探討 童之偉是什麼人 今天才知道完英 要罷免童之偉 完英是因為童之偉的乾媽的姐姐的女兒 是這個公民團體其中一個成員 這樣也可以 乾媽的乾姊姊的女兒 的李貝公的三舅媽 乾媽的乾...不對吧 乾媽的乾姊姊的女兒 是霸什麼霸團體的其中一個成員 這樣也可以罷免 國民黨要罷免的邏輯 這句話很重要 乾媽的乾姊姊的女兒 我不曉得跟民進黨什麼關係 我先講了 就是說看起來國民黨這邊定調 就是要熱戰了 就要熱戰了 那昨天謝國良就去黨中央求援 所以後來就組成 可是我覺得蠻奇怪 昨天他去國民黨中央的時候 朱立倫不在啊 朱立倫不在啊 因為他是兩個會 他是先見完之後再跟我們開會 好 我聽到的是他不在 不過他既然說在就在啦 他既然說在就在 既然這個... 他說那所以就定調了 現在就是要開始要熱戰 好 那熱戰出來之後呢 那當然這個上禮拜了 這個林涛就有預告了 他們的熱戰原來這個目標 就是要先罷掉同職委 就是你罷我的謝國良 我就罷你的同職委 我今天這邊有一個比較新的 剛剛可能來不及 我就想一下 我這邊拿到的就是已經 謝國良這邊開始已經有個動作了 他這邊已經有一個叫做什麼 基隆公民社群管理員 他們要這個取名叫做割委 割委就是割同職委 我還以為割藍委 對... 割委 你要拆樑 然後我就割委 所以就拆樑VS割委 所以他們現在目標也確定了 就是要同職委了 因為我剛剛拿到最新的 這個連署的 這是他們的連署 對...的群組 群組出來了 哪裡傳出來的資料來源 我的消息來源是說 謝國良那邊開始動起來了 所以是基隆市府自己用的嗎 應該不是市府 應該他們也是去找一個 對...就是... 就是...調卡什麼的 去開始組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割委 我們有大的來了 所以這個分是有國民黨的介入嗎 這個...割委小組就是有... 你看... 國民黨的介入囉 對...來了... 大的...大的來了... 你看... 我們可以分為幾項目標啦... 顧樑啊... 他們要先顧樑 第二個叫割委啦... 第三個要來清算啦... 然後再來就是支援 他們的幾個目標就出來了 所以呢... 就是顧樑 vs 各位 這個就是國民黨所謂的熱戰 好... 那... 維京先把林涛耀講的頭先講 這個...我不知道是哪來的 這個你有加入群組嗎 沒有... 這個不知道是哪裡發起的 我不曉得... 那你們國民黨都說是... 應該是公民自己發起的 這是我的消息 告訴我是謝國良 謝國良陣營 他們這邊發起最新的... 顧樑 vs 各位 好... 這個是最新的消息 好...那回過頭來啦 那你要熱戰 這個我也沒有意見啦 因為看起來國民黨中央評估過了 之前韓國瑜啊... 跟那個顏寬恆啊... 他們都是屬於比較冷的 冷到最後的結果 還是被罷掉 所以他們覺得這是要來迎戰 那我就... 這個林涛耀在這邊嘛 我就當場挑戰他嘛 就我問你 就是說你罷免謝國良 你罷免謝國良 至少人家有洋洋沙沙 好幾個理由 不管是什麼東岸商場 你給人家什麼... 謝國良不是搶到罪嗎 都已經真資案了嘛 對不對 你一路到這個 Gogoro的機車 這已經講過都不要再講了 然後最新的不是那個沙發 黑白開機嗎 白沙發 白碰意啊 那還有這個 你花了1.5億 去買了50輛的舊公車 還漏油 之前上個禮拜 不是還有那個什麼追撞 然後害人家的骨頭都裂掉了 對不對 這個... 還有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 那慶祝難書還有你那個什麼 灰飛啊 什麼那個飛煙 那個要那個什麼 灰要送到高雄去 這樣的話 國民黨會說是民進黨 還有名嘴來賓在挑毛病喔 不是我們挑毛病 我就告訴你滿意度好不好 這個總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吧 遠見 遠見雜誌呢 他做的每次都喜歡做這種 這個縣市長的評比滿意度 謝國良 我們來看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謝國良 謝國良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 而且他是所有縣市當中唯一一個不及格的 你看連高鴻安 高鴻安人家倒數第二名都有60.2 也沒有說高鴻安比較好啦 但是謝國良是所有縣市首長56.4分 他是唯一一個被打分數被評比為不合格的 而且他還是最後一名 我就我了解 就是說上一次這個遠見雜誌在做林佑昌的 林佑昌人家不只是前排名前幾名喔 而且這個分數是遙遙領先 怎麼輪到你謝國良才短短一年時間 你就已經排名所有縣市最後一名 而且你是唯一不及格的 所以你看這個不是我們什麼名嘴評論員 或是什麼誰在那個講的吧 挑毛病啊 對這個是人家心底的 那我在講你說不公平好了 那不公平你看第一名 盧秀燕 對不對 那台中這個盧秀燕 好啦算了 然後再來第二名 陳其邁第三名 黃偉澤嘛 所以至少這個人家有藍有綠 感覺也是有藍的在上面啦 也不是說這個是一定是誰做的民調這樣子 對啦 確實也不是什麼機構效應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說罷免 罷免這個我們剛剛除了就是說 這個民調的滿意度 還有加上我們講了謝國良好幾大 大家覺得不滿意 你黑白開情的地方 那我就這邊來直接救教林佑 我就問說那你罷免同志偉 請問你們的理由是什麼 同志偉第一個他擔任議長 他有這個議長不中立嗎 他有偏袒民進黨的議員嗎 還是說他有利用議長或是議員的職權 他有圖立自己嗎 或者是說他有去施壓別人 或他有任何違法 違法爛幣的地方 有嗎 那沒有 那我就問嘛 那你們到底是什麼理由 去罷免同志偉呢 好 所以 好 現在請林道來講 好 現在請林道來回答 因為鍾小平說 不管什麼 同志偉 同志賢 同志祭 我們通通都要罷掉 為什麼要找同志偉呢 不是同志賢 而是同志偉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剛才小玉姐提到那幾項 你看像這個我們講成績轉運 像昨天剛成立 那當時候在整個過程中 一路再變更這個案 變更四次 然後把金額飆升 當時候就發包給這個生計公司 一個交通的大案 你發給一個生計公司 結果是謝國良 把他收拾爛尾 現在成立了 然後那個東保銀行 這跟同志 你等我講完嗎 就是說如果如果現在就是說 這個謝國良把這五大爛攤都收拾完了 然後你要罷他 那請問這些發起的人 我們為什麼不能挑同志偉 沙發拿出來 不是 如果謝國良做得很好 然後你現在要罷免他 那我跟你講 同志偉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在這個謝國良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三風點火的人 而且過程中 大家講 如果如果依照這樣子的標準 那為什麼要罷免廖偉祥 為什麼罷免廖偉人家也沒怎樣 你可能舉證同志偉怎麼三風點火 他講了哪些話 整個第一個罷免跟第二個罷免的一個過程中 那一個連署發起人姓雙慕齡的這位女子 就是同志偉他乾媽乾姐的女兒 一般的假裝是自己是公民 然後沒有任何政黨的背景 不可能去推動那個 當時候推動的就是同志偉 那沒關係 你現在要撇清 因為你現在不認政國會的林詠昌推動這個 你也不想要被罷免 你不想要跟這件事情有關 那我當然就是同志偉現在的態度 可是現在是民進黨在全台灣各地在罷免 一下要劉雄翔有怎麼樣嗎 羅廷偉有怎麼樣嗎 所以我意思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那我剛才也講同志偉有怎麼樣 大家都可以講自己的理由 我們要救救我們流量 等一下我們先請教一下 舉經我先插一句 我覺得林濤他們要罷免同志偉 那是他們的權利 但是林濤他們其實很不老實 就沒有把真正要罷免同志偉 原因講算 我就把他點破 因為同志偉是賴清德的外甥 他要炒作仇恨值 好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逸串哥 因為剛剛林濤 當然我覺得林濤也講得有一部分有對 他也說謝國良很好 那我覺得國民黨就要把謝國良哪裡好 列出來正面表述對不對 不是想說我們要揪一個四方聯盟 我也看不說你要怎麼樣來幫謝國良 就是罷免同志偉嗎 然後說是民進黨挑毛病嗎 我就想說國民黨立委蘇清全就說 國民黨五四個立委都要進駐基隆 跑遍每一個巷弄 讓反對罷免票超過這個同一罷免票 這也是一種反制方式 國民黨五四個立委都加入 以現在這個局面 謝國良怎麼會看嗎 我本來想說林濤因為路基隆 都沒有探討 沒有探討 出基隆 火橋頭都沒有探討 同志偉是什麼人 今天才知道完英 要罷免同志偉 完英是因為同志偉的乾媽的 乾姐姐的女兒 是這個公民團體其中一個成員 這樣也可以 乾媽的乾姐姐的女兒 李北公的三舅媽 乾媽的乾...不對吧 乾媽的乾姐姐的女兒 是罷...什麼罷免團體的其中一個成員 這樣也可以罷免罷免 這個國民黨要跟他罷免的邏輯 這幾個很重要 乾媽的乾姐姐的女兒 同志偉在這一次的這個罷免行動當中 同志偉人說他的國務處 要去什麼連署書都沒有 這次有喊說要... 那個服務處要收連署書的 就那幾個而已 其中沒有一個叫這個同志偉 你直接殺同志偉就...就剛剛 煌哥講的嘛 因為同志偉就是連罷 賴清德就是這樣嘛 要把它操作成是一個藍綠嘛 然後讓基隆的人覺得說 這就是藍綠對決嘛 因為本來基隆的這個生態 這幾年前就是藍大魚綠 在很久以前都是藍大魚綠 而且這段經歷有一點改變 因為包括住在暖暖的 暖暖現在蠻多新的社區 因為你...你...台北市里南港 這個地方比較近 所以這個地方的其實結構上有一些改變 那但是當然這個林陶營要罷免什麼人 那是國民黨的管理 但是我覺得他們鎖定的對象 搜不到人 你...你...你鎖同志偉 你要不要同志偉 他們家族不一樣挑的 就是說阿姊阿伯不一樣挑的 裡面有一條啊 是叫惡性有關係 惡性的股東 你去搜一條 你這樣搜到整個董 這個同志在基隆 這不會太帥 這不會太帥 所以你們可能戰略上要一個... 可是他們昨天有開會啊 就是四方聯盟啊 說要想辦法啊 現在想出的辦法就是要罷免同志偉啊 那如果你覺得這方法不好的話 那你幫他們想一個辦法 不是啦 還是不要仇恨 好 現在說這個... 謝國良 謝國良到底基隆 這一年半做什麼 一年半做什麼 基本基隆 只要每一人可以說三匠 因為林佑昌這個謝國良起來之後 有三匠我們基隆說話可以炒皮 三匠就... 一個人說三匠 超跑加年華人工炒皮 狗狗樓 你好厲害 我只想到那個... 填不來還蠻好 這樣說我們基隆 自從換取得到 我們就超跑加年華 你有很怕嗎 但不是取消了嗎 我們還有安心亞 還有楊寶珍 正面表述 正面表述 但是我們海港的旁邊 有白色的捧衣 你們有很怕嗎 有怕 有怕有怕 連蝙蝠都可以產卵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不是 就是說這個城市光榮感 我說現在要罷免很簡單 就是說罷免的時候 謝國良是沒有對付 所以大家會去檢驗謝國良 這一年半做了什麼 值不值得基隆人來誇獎謝國良 第二個是謝國良跟林宥昌那八年比起來 謝國良有沒有做得比林宥昌還好 第三個謝國良有沒有跟他臨近的縣市 同樣整個月 譬如說這個旁邊的宥昌 什麼新北市 台北市 土屋 這幾個館市閉起來 有沒有縣市長 他有沒有做得比人家好 基隆市民要不要罷免謝國良是這些考慮而已 可是如果這些考慮國民黨又指向這些公民團體 指向這個提案的這一些人 說你們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會讓這些人心情更不爽 越不爽 他們的鬥志其實就越高